这边 这边 后面 最后倒数第二排的那一位女刷器 来 对 戴眼镜的那一位 短发的那一位 我们麻烦工作人员 可以围绕着电影 或者哪场戏让您印象格外深刻的分享 我就是怕我会剧痛 那个我就是没想到朱一龙眼神的话你就不行 那个就是 我没想到就是剃头的那一段是在他那个情绪特别爆炸的时候 剃的那个头 我就看着我都有点愣住了 然后就是这个反转特别多 到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我想问就是朱一龙有没有在内心谴责一下何非议 我每天都在谴责 就是有没有说就是何非议 帮她弄出来 不是东西 哈哈哈 没事 亚浪可以选择不回答 因为反正拍了也 也不能放 也不能放出去 没有 其实拍之前 其实刚看完剧本的时候会 对 但是因为要决定要饰演的时候 把整个人物驴顺了之后进入剧的时候 尽量去感动神仇 但是我不认同他 我相信你不认同他 还有最后一句 老公我爱你 爱你 刚才这一趴 所有大家拍的都不要发 因为牵扯到严重的剧痛 以及严重的挑戏 老公我爱你 可以发 OK 好 那确实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还要去其他的影厅 最后我们的40代 还有这段话想给大家说 我们就结束这一场的见面 没有 就现在大家都知道 疫情三年真的对我们电视市场 影响特别不好 大家都鉴定了很多的观影评刺 然后影院非常冷 希望大家如果真心喜欢这个电影 喜欢各位演员的表演的话 一定多多帮我们宣传和支持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拍个大合影吧 好吗 来